今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藏语拉萨课 今天是第二十节课 首先我们把胡坦的拉萨口语读本翻到第二百页 我们今天学到课文的第十一课 首先我们大家请跟我读 第十一课 看藏试 第一唐果 李老师 最近 最近在文化宫里头 天上人类颇章了 在演藏系 最近在文化宫里头天上人类颇章了 在演藏系 他的语位是 您去看吗 昨天我们说到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介绍了一个藏语当中 一个大家一定要会的一个词 叫做这个 这什么意思啊 观音的意思啊 那么他也写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无媒体啊 这个尖锐是这个尖锐是眼角用眼角来看就是目光朝下 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尖锐后面呢 那还要加一个这个尖锐是这个尖锐是吗 那么呢 这个尖锐是吗 那么除了这个尖锐是吗 我还想介绍一个字啊 也是跟这个 子一字有关系的 叫做这个呢 这个叫做冲锡康 跟我读一下冲锡康 冲锡康 冲锡康就是这个冲赛康 冲赛康 有人知道冲赛康在什么地方吗 没有人知道啊 大家有去过拉萨的同学 有没有人去过拉萨 没有人去过拉萨 那么拉萨就是他那个大昭寺对吧 大昭寺 然后呢这个他周边这个一圈 就是这个八阔街了 八阔街 然后呢这个八阔街的这个北边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叫做冲锡康 然后那个马吉阿玛那个餐馆在这儿啊 那么冲锡康也是啊 为什么这个冲锡康就是原来清政府 设置在这个驻葬 驻葬大城的这个办公的这个衙门 也叫冲锡康 那么为什么叫冲锡康 因为他这个清政 这个满清王朝派了这个满洲人到西藏来 这个驻葬 那他必位当然是很高的啊 那么呢 所以呢我们西藏人要对他用禁语的 就是用这个死意冲锡康 那么这个冲 冲 就是这个街道的意思 啊 街道的意思啊 那么就是能够看到街道的这个房子 就叫做冲锡康 那么因为他在这个这个这个房子是蛮高的了 那么他可以从这个房子往下看 就可以看到这个八阔街 所以呢把它叫做这个冲 冲赛康 冲锡康 那后来就是说整个八阔北边这一整片 就都叫都叫冲赛康了啊 因为这个语意的延伸嘛 那冲赛康现在就是一个拉萨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 不仅想到这个尖锐西 也想到这个冲锡康 那么我们继续看啊 那么我正要去哪啊 祖枯营 西藏的藏系还没有看过 它是非完成时啊 完成时是 命令是对 很好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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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吗 当然好看啊 老师如果要去 我来帮忙买票吧 巴菲爷牛肉许臭 巴菲爷牛肉许臭 昨天说了这个牛肉啊 牛 完全是牛 命令词也是牛 牛 牛 然后是 那么我们后天 星期天的票啊 那么后天 那么我呢 我呢 后天星期天 那你个撒你没 那你个撒你没 啊 我们说过了这个 啊 昨天是 Kesa 明天是 桑宁 后天是这个 那你个 啊 那你个是后天 那么啊 这个 藏语的这个星期 我们也是要介绍一下啊 藏语的星期 那么呢 啊 在这个口语读本里头啊 有这个内容啊 有些内容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哎 嗯 那你刚啊 是在300 嗯 啊 在这里哈 哎 首先我们看到啊 就是啊 几个天分的这个表 那么 首先是 今天 跟我读啊 体灵 雨晴 明天 桑宁 桑宁 啊 那么后天 后天一个说法是 直接说 浪 浪 浪 或者是浪 你个 浪 你个 嗯 啊 大后天 大大后天 我们暂时不学了啊 那么昨天 KESA KESA 啊 注意这是一个 啊 那个他就是写不出来的这个原因啊 KESA KESA 然后呢 是前天 啊 啊 前天 啊 是这个 K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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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记住了 K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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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 昨天 今天 明天 后天 这个表达法 然后呢 是这个 星期 星期的话呢 啊 首先这星期 叫做呢 就是这个 啊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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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周日到周六的这个说法 这个跟日语是一样 因为他们都来自于梵文 它都来自于那个金木水火土 那个五个行星的那个名字 那么周日就是太阳的这个日子 就是这个 撒你吗 跟我读撒你吗 撒你吗 撒你吗就是星期天 这个跟英语一样对吧 英语Sunday也是这个太阳的日子 那那个Monday周一 Monday就是moon Mond就是moon Mond就是moon 那么Monday也是月亮的意思 那藏语和藏语也是这个星期一 叫做撒打瓦 跟我读撒打瓦 撒打瓦 撒打瓦就是月亮嘛 那么日语也是对吧 日语的一半一加给Siyobi 月要日 然后呢周二 周二应该是火要日吧 在日语里 那米玛也是火星的意思 那么有的同学会问了呀 为什么藏语的这个星期跟日语会一样呢 这很容易理解 因为他们都来自于泛语嘛 日语和藏语的这个星期的表达法 都是从泛语来的 那么星期二呢 叫做撒米玛 跟我读撒米玛 撒米玛 撒米玛 这个米玛也很多时候是用来作为人的名字 我们知道很多藏族人的名字呢 他这藏族人取名一般来说 不像我们这么讲究啊 他就是很多时候是随便取的 或者说是找一个当地的人波切 找一个活佛 来给自己家新出生的孩子取名 那么这个名字呢 一般就是没有像我们汉族人那么的讲究 没有像我们那么讲究 所以呢 他就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 是哪一个周日出生的 那么这个孩子就叫尼玛 那么周一出生的那就叫达娃 注意呢 我们之前说过了 这个尼玛达娃不代表这个男女 并不是说达娃只有女人的 因为我们汉族人觉得 好像男人的名字很少有一个月的 但是西藏不是说月亮一定是阴性 他没有这个想法啊 所以很多男人都叫达娃 那么这个周二叫做米玛 就如果这个人是周二出生的 那很多时候他会就叫米玛 那么周三出生就叫拉巴 我们读一下 我们读一下 然后呢周四出生就叫朴布 周五出生的就叫巴桑 我们之前第二课的时候唱了那首歌 对吧 叫做这个孙当脸摸搜首歌 那个歌的歌手叫巴桑拉姆 对吧 巴桑拉姆 巴桑就是代表 你一看到这个人叫巴桑拉姆 那么你基本可以99%的确定 除了极少极少的例外 他一定是周五出生的人 周五 杀巴桑 周六的出生的人就叫边巴 那么周六叫杀边巴 杀边巴 你希望大家把它记下来 把这个口诀记下来 杀米玛 杀达娃 杀米玛 杀拉巴 杀扑扑 杀边巴 杀巴桑 杀边巴 这样子记 就是你多念几遍 一般来说 杀米玛 杀达娃 比较好记 杀米玛 杀达娃 一般人都能记住 那么后面的就有点难记 杀米玛 杀拉巴 杀扑扑 杀巴桑 杀边巴 这样子 那么你可以跟这个日文 如果你学过日文的话 你可以跟日本的那个金木水火图 结合起来记 杀米玛 杀 我们再来读一遍 周日杀米玛 杀米玛 周一杀达娃 杀达娃 周二杀米玛 杀米玛 周三杀哈巴 杀沙巴 周四杀哭布 杀铺 周五杀巴桑 杀巴桑 周六是杀边巴 杀边巴 好 我们回来 好 那么呢 那就是这个 明天 三年 就是这个 那你个杀你没巴 就是 后天 清晰天 那你个杀你没巴 西 那你个杀你没巴 西 巴西 既是若南 巴西 既是若南 很好啊 老师 杀朗 杀朗 明天 星期六 晚上的 这个 这一场演出 三年 三年 三便 八 共 大 几天 三年 三便 八 共 大 几天 很好看 でも 切切 礼 就是这种 形容词 很多时候是 可以直接当动词 用的 它可以直接说 でも 切 礼 这个切 本了 应该是一个名字 是一个形容词 那藏语的行动词 很多时候是 可以直接做动词的 这个 看看明天的票吧 三年 几八 四 然后是这个 明天演什么呢 三年 几八 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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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是 明天呢 是演这个 左瓦 三母 那么 三年 三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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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次没有讲 这个 左瓦 三母 我们昨天 我和大家 在群里面 分享了 这个 中央 电视台 这个叫做空中剧院 这个栏目 它在西藏的拉萨的藏系艺术中心所录制的藏系的视频 那么呢 这个藏系这个艺术啊 说实话 我是 我是看 看不懂啊 说实话 我不是研究这个问题 那我就说这个藏系在藏族人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就像我们这个汉族的这个精细啊 宽学啊 它里面的学问很大很大啊 那我是 那我是 那我是对这一块几乎是一无所知 我也 觉得这个节奏也很慢的 那么它大概就是八大藏系 主要的剧目有八个 那它最重的就是一般 我就觉得我 我个人的这个欣赏藏系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年我在雪顿节的时候啊 我在拉萨 然后雪顿节呢 就是要早上啊 两三点钟爬起来 然后爬到那个蛇蚌寺的山上去看那晒伯 那晒完佛啊 那上面就人山人海了 那大家就都下山 下山以后呢 就都跑到哪去呢 跑到罗布林卡 跑到罗布林卡 就所有的藏人拉萨人就在罗布林卡 欣赏这个免费的藏系啊 那么这个欣赏藏系 它不是说像我们 像我们在那个视频里 那种藏系书系那样 大家正经微作出的剧院里面 不是的 是大家都坐在草坪上面啊 然后前面就演这个藏系 然后你也不需要就是完全很安静的 你也可以一边看这个藏系呢 一边就是跟人家说说话呀 或者带一点东西去野炊啊 去吃饭啊 都是都是可以的 没有说要很认真的去欣赏 那么呢 这个看见藏系的时候 就是这个藏人会 他就是这个藏系 他很多年轻的这个藏人 基本也不爱看 因为这个节奏太慢了 那么这个中年的老年的这个藏人 他就会爱看 那么他这个藏系 他不是说去欣赏那个剧情 他的剧情啊 什么歌词啊 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他基本上 那个演员嘴巴一张 他都能跟着唱 就是那个旋律啊 歌词都是听过几百遍啊 那么你有的时候 我们去比如说 我们有机会去拉萨尔过雪顿节 我们不一定非得去买票 去这个藏系 神中心里看藏系 我们可以去 罗布林卡里头看免费 然后我们 很有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找一个藏人 随便找一个藏人 然后你可以跟他一起吃点东西 然后你可以问一问他 这个藏系 他到底在演什么故事啊 你可以问问他 然后他也会给你解释 这个是佐瓦三母 他怎么样被他后妈给欺负了 然后后来怎么样去复仇 怎么样去做空行母 这些故事 你可以跟这个藏族朋友呢 就是请教一下 然后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那对我们汉州人说 我觉得仅仅是看那个藏系 我觉得我是欣赏不了 这个藏系 到底他能够带给人 什么样的一种审美的愉悦 我好像没有掌握到 那么这个佐瓦三母呢 就是说 我们最后还是讲这个语言的问题 那么佐瓦 这个佐瓦 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瓦 只有一个佐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大家是应该要答得出来的 如果答不出来的话 是有点问题了 这个没有人知道 这个佐单独是什么意思吗 是走去啊 是这个to go to go或者to walk 主要是to go 这个意思 to go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佐瓦 后面加一个瓦 这是一个后缀 佐瓦就是这个 这个goer go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众生的意思 众生的意思 那么在藏语里 众生有两个词 可以表达众生 一个叫佐瓦 还有一个呢 叫身肩 那么佐瓦就是讲的 这个人呢 这个我们在佛法里头 这个我们在佛法里头 专有的名字叫什么 叫普特切罗 对吧 普特切罗 就是说这个人 他在这个轮回当中行走 就是一个东西 在轮回当中不断地行走 这样的人 这样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众生 就是从他的行为来定义 就是什么叫众生呢 众生就是在轮回当中 行走的这种东西 叫做众生 那么 这个same是什么意思 same是什么意思 心 心的意思 对吧 肩呢 肩是具有的意思 对吧 具有 心 那么具有心 其实就也可以翻成什么呢 有情 对吧 有情 因为这个same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颗 能够感受苦乐的 能够感受到快乐的 这样的心 叫做same 具有这种感受苦乐的心的 这种东西 就叫做 same 众生 所以 佐瓦和same 都是众生 那是他意思 有一点些微的 就是从定义 不同的方面来定义 那么same就是好 善好 这个意思 就是一个 心地和善良的众生 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一般就不翻译出来 我们就把它叫 佐瓦三摩 因为他是一个人民嘛 好 我们把这句话读一遍 same 佐瓦三摩 是呀 帖 错 一日 same 佐瓦三摩 是呀 帖 着 着 一日 那么呢 佐瓦三摩 这个 佐瓦三摩 这个 这个 我们看一下 佐瓦三摩 帖 好看吗 佐瓦三摩 很好看的 佐瓦三摩 写不记 有日了 看戏的时候呢 佐瓦三摩 会有鼻子疼的问题 会哭红了鼻子 会有鼻子哭红了 这个 就是会非常这样子 那么呢 哦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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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的内容 这个 能够动人心弦 下一句 老师 您先去看一下 老师 您先怎么样 你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 天是 在这里 这个 在这里 那么这个天 这个天呢 它对应的 这个 非净语 是哪一个字呢 是 什么 是谢 对吧 谢 或者是 信 这个一般 我们读这个 信 读信 那么这个 信就知道 那比如说 这个 这个 西藏的 这个修 我们如果修法的人 这个 上师相应 吧 就是有一个 这个 咒语 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 拉妈 坚诺 拉妈坚诺 就是这个 跟我读一下 拉妈坚诺 拉妈坚诺 那么拉妈坚诺 就是 请上师 起见之 在文言的话 翻成这个 起见之 这个起见之 就是 其实我们简单的 翻译就是什么呢 就是 请您 知道我 请您了解我 因为当上师 了解你的心的时候 你就跟他 发生了什么呢 相应嘛 相应就是 与钱 那么呢 还有比如说 我们 嘎语派当中 叫做什么呢 干妈坚诺 对吧 干妈坚诺 跟我读一下 干妈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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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请干妈坚 了解我 所以叫 干妈坚诺 这个 天就是 请你知道 请你了解 这个意思 那么呢 那我明天 一定要去看 前了三音 前了三音 点点 打 嘎 主意 第二 你吧 你吧 索南 索南是 福报的意思 啊 索南 索南 啊 然了 巴西 达 求年 然了 巴西 达 求年 注意啊 这个达 还有达 还有达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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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还有这个 透 这几个字啊 就是 一个是 达 达 还有呢 这个达 这个得到 透 是这个获胜 还有呢 这个 达 这个叫做什么 还有这个 念 念 得到什么 这个都是 这个 得到者 是需要 加达 是用达格的啊 然后呢 这个 得到了 买到了 嗯 买到了啊 买到了 那么是 这个买到了 请看 达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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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排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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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达巴 很简单 达巴就是排了 嗯 那么 啊 可能忘记 这个翻下了 那么呢 这个 啊 嗯 那么这个达巴 就是排 在这里啊 达巴 沙 达 沙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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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达巴 这个 嗯 是这个 嗯 是这个 嗯 那么 嗯 这个嗯 就是表示 这个序列 排序 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 我们会在后面 加一个 这个 嗯 嗯 障 啊 嗯 障 比如说 我们前面 加一个 这个 喀巴 喀巴 就是这个 死变化 变化 讲 喀巴 我们读一下 喀巴 喀巴 啊 那么 喀巴当 或者喀巴东 就是打电话 读一下 喀巴当 喀巴东 或者喀巴东 也可以啊 那么喀巴 喀巴当 喀巴当 是电话 号码 啊 我们读一下这个 喀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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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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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过 很多次了 比如说 我们之前学过 那个 门牌 号 这个 国是 门牌 门啊 门后面 加一个 帐 就是这个 果 帐 跟我读一下 果 帐 果 帐 果帐 果帐 就是门牌 号码 安 帐 不是 号码 喀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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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号 比如说 你的电话 号码 多少啊 别人给 喀巴 喀巴 他就得 那么呢 这个 果帐 是 门 门牌 号码 还有 比如说 如果这个 帐 加到 放到 前面 来 前面 来 我们之前 还写过 一个词 对吧 叫做 什么呢 场 牛 场 牛 米利 对吧 场 牛 米利 还记得 场牛米利 是什么意思吗 场牛米利 还有人记得 它的意思是什么吗 之前我们学过的 场牛米利 少数民族 对了 少数民族 很好 场牛米利 这个场 就是数量的意思 就是这个 安 安有一个 这个序列 这个序列的意思 这个场 是这个 数量的意思 那么牛 是少 对吧 米是人 日义 是这个 类别 米是类别 那么 米利 不是人类 米利 是人的类别 就是民族 米利 就是民族 那么 数量 比较少的 这种民族 就是少数民族 场牛米利 是我们知道 场牛米利 民族 少数民族 这个门牌号 叫果账 然后呢 电话号码 叫 卡巴尔安账 安账就是号码 好 那么是 第三排 达巴松贝 达巴松贝 第六座 恩基楚巴尔 恩基楚巴尔 不会太近了吧 不会太近了吧 大尼茶 明度给 这个茶 就是太过语了 too much 这个意思 大尼 大尼不 或者大尼 就是 near 近的意思 那么远 怎么说呢 远叫 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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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问路的时候说 这个 浙磅寺在哪儿啊 这边 把 卡巴尔安账 这边 把 卡巴尔安账 那么就是这个 浙磅寺 在什么地方 那么 这个 这个 那么 问 他说 在哪里 那你就问 他说 远不远呀 就是 大尼 古尤 这边 远不远 大尼 古尤 这边 那么 不会太近了吧 叫 那么呢 这个 看 歌舞和 藏戏的时候啊 首先我们读一下 歌舞 对 答 对 答 对 答就是歌舞了 对 答在这里啊 对 答 那么 对答就歌舞啊 对就是歌 答就是舞啊 那么呢 这个 对答 就我们之前学过 印度 印度叫做这个 假假 假假 对吧 假假 那么这个假 是广大 广大的意思 这个答 他跟这个答 写的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答 不是跳舞的意思 不是说印度人 是一个跳舞的国家 这个答是 他是 他是从这个字 而写 那这个字的一个错字 实际上就是语言 就是这样嘛 语言就是约定俗成 就是说 如果你一个社会当中 所有的人 把一个字都写错了 那么你就非得按照这个错的来写 你就不能再写成对的那个了 因为整个社会都这么写 你就必须得照着所有个人的这个规则去做 这就是语言 他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道理的 那实际上在古藏文 比如说我们之后 我在发愿啊 就是能够给大家开这个古藏文的课 那我们可能会讲到桑耶寺制啊 最古老的藏文文献 还有藏文的碑名当中 这个基亚杆 印度的基亚杆 它写的是这个杆 但现在我们就规定 一定要写这个杆了 为什么呢 因为约定俗成嘛 那么为什么我们知道 这个杆是他原来的写法呢 因为我们汉地叫做什么呢 叫基亚纳 对吧 基亚纳 那么这个纳是黑的意思 这个杆是白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 汉地就是黑的 印度就是白的 是这样子来说的 所以说这个对应 因为藏族就是加在汉和印 加在汉地和印度之间的 这样一个文明嘛 所以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就是汉地 一个就是印度了 那么呢 这个 所以说这个基亚纳 基亚杆是汉地和印度啊 那么对嘎是歌舞啊 藏系叫哈摩 那么看一下 读一下啊 对嘎堂哈摩 对嘎堂哈摩 对嘎堂哈摩得地 对嘎堂哈摩得地 嗯 如果是看电影的话 ケデロニェンデな ケデロニェンデな ケデ就是如果 ロニェンデ就是电影 ケデロニェンデな ケデロニェンデな 这个票子就太近了 巴西迪塔尼茶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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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下指表示 清正的一个结果 嗯 这个眼睛呢 是迷迷糊糊 摩摩糊糊 摩摩糊糊 摩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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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好 听下这个录音 怎么这里有一个答 我是不是漏写了呢 当然就是在 11-2 能听到声音吗 好 他这个没有这个答 没有这个答 好 我们再读一下 时间快到了 然后是这个 这个不快点去的话 就赶不上了 注意呢 这个顶着读 我应该这里应该要 这个应该 我应该标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标一下呢 因为 因为这个在这个赞文当中 赞文当中 是 是什么呢 赞文当中是 这个赞文当中是这个 但是它要读成 或者是 注意这个文字当中 写了一个 但是实际读成 麻铁尾 注意啊 心里说 是 今所为的 好 那么呢 不快点去的话 就赶不上了 那么 有个天哪 马铁尾 这里又是一个 心 心就是这个 心 心 像广东话一样 这个心 什么所谓的 那么 JESIMGYI MA RAY JESIMGYI MA RAY 那么 睡吧 TEDO TEDO 座位在下面 SYUSA MA RAY RAY SYUSA MA RAY 请往下走 MA TEDO 这个MA 是在 是这样写的 MA 读这个MA 这是 往下 往下 那往上呢 叫做这个 亚 亚 跟我说 亚 亚 亚是 往上 MA 是 往下 那么呢 只有一个位置了 DESA JESIMGYI MA RAY MING DU DESA JESIMGYI MA RAY MING DU 你的位置在哪里呢 所以这是一个 问质 以这个第一话的 原因 所谓 RANGI DESA KAPA RAY JANGI DESA KAPA RAY 我的座位在最后面 这个 我的座位 我的座位 NYE DESA NYE DESA 在最后面 DAPA GEBLO GEBLO LA RAY DAPA GE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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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A NAMO O CIVA O TEA O TEA LUBU SHUWA SHUWA 那么这个是 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藏语口语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就是什么呢 这个 TER SHUWA 那么这个 TER 就是这个 当你要走的时候 两个人要告别的时候 我们一个是说 解骂解勇 下次再见 或者是明天见 桑英解勇 那么如果是我们是 这个不是网络的 是这个现实的这种见面呢 那么要离开 离开的这个人呢 就是 这个 这个 就是 要就是主人 就是主人对客人 就是说 TER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K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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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R KARI TIER KARI TIER 嗯 嗯 我们读一下吧 就是这个 首先是短的 这个是 TER TER 或者是 KARI TIER KARI TIER 那么 就是 要走的那个人 就对客人 对主人 那就说 KARI TIER KARI TIER KARI TIER 就是你慢慢的走啊 那么KARI TIER 就是你不要送了啊 好好的 这个 坐在那里 KARI 就是慢慢的 这个意思 KARI TIER 就是 再见 慢走 留步 慢走 留步 这个意思啊 那么呢 这个 就是 我们再读一遍啊 KARI 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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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我们说到了 这个 慢走 叫做KARI TIER 那么 这个 留步 叫KARI TIER 那么呢 在这个 我们 我21年 讲这个 上次 讲这个 赞文课 的时候呢 我们 说过一首 这个 苍阳家措的诗 说过一首 苍阳家措的诗 这个诗当中 就有 这个 KARI TIER KARI TIER 这个诗 我今天 还想给大家 分享一下 抱歉 今天 内容 稍微多了一点 所以 可能 时间 会拖得 长一点 我们看一下 这个 苍阳家措 苍阳家措 苍阳家措的 作品 好像是在 五十几首 在这一首 是在编号 是五十六 五十六首 因为这个 就是说 可能有的同学 是新来的 那么我介绍一下 这个苍阳家措 那么苍阳家措 是我 益成老师 最喜欢的 这个 西藏的诗人 就是说 他是用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他用的语言 是最简单的 就是说 你还能想象 他可以用 更简单的语言 就是他表达了 很深的意思 而且他的 很多的作品呢 都有什么呀 都有双重含义 就是 有两重的含义 一个表面的含义呢 是讲这种 人世间的情爱 那么呢 这个深层的含义呢 是讲佛法 还有这种 爱情和佛法 这种 融合的 这种境界 我觉得这个是 苍阳家措 是他的这个 我觉得他的诗 最值得 这个欣赏 一个部份 而且他的语言 是极度的简单 那是意思呢 是非常的深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说 苍阳家措的诗 总共 就是说可靠的作品 一共就是 五十七首 你看这个 五十七首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很有名的这首诗 对吧 《洁白的仙鹤》 请你把 翅膀借给我 然后我不飞到 很远的地方 我到礼堂 飞一下就回来 《洁白的仙鹤》 《洁白的仙鹤》 是在礼堂 那么这一首诗呢 是写作于 这个 就是 青海图 因为 苍阳家措 第六诗 当然来的 苍阳家措 他是 被康熙皇帝 就是 这个 废掉 然后呢 这个康熙皇帝 这个 废除了 他的这个地位 但是呢 西藏人民呢 觉得 仍然承认 他的这个 合法性 那么呢 这个 这个 康熙皇帝 就是把他 给挟持到了 想让他 到北京 但是他在 青海湖 在这个 从拉萨 前往北京的路上 那么在青海湖 一带就失踪了 他是 不知道他的这个 下落 下落不明的 一个达赖喇嘛 那么呢 这个58首以后的 这个很多 就是 基本上 就是后来 续补的 因为呢 57首就已经 输掉他 人生的一个 所以他的作品 虽然他取得了 这么大的一个 影响力 这么 这么多的人 在传颂 他的这个 作品啊 牵口 这个 无数人都在 传颂他的诗歌 而且不仅仅是 藏族人 爱他的作品 汉族人 对他也是 如痴如罪啊 那实际上 他的作品 是少得可怜 一共就 57首诗 那么57首诗 他的这个 告别人 诗的这个 转世预言 57首诗 就这个 这个 现在叫做 是57首的 这个排列 非常的 这个 有讲究 第一首是 这个 在那东山顶上 对吧 升起了 白色的月亮 然后呢 马吉阿玛的脸庞 浮现在 我的心上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 马吉阿米 血热 以拉 扩扩 且穷 那么56首呢 就是想一个 告别 告别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来把 这首诗呢 我今天非常想 分享一下 这个叫做 诗第五首 而且放在 56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汉族人 把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压轴 57首最后一首 那56首 倒数第二首 在这个位置出现 它不是一个 很偶然的 这首诗 我很希望能介绍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请大家跟我念一下 乌虾乌拉邪耸 乌虾乌拉邪耸 那么乌虾乌拉邪耸 乌虾 乌虾是帽子 乌虾乌 乌是这个头 乌虾乌拉拉 乌拉拉 是乌的喇咳了 乌虾乌拉 把帽子呢 乌拉 放在头上 斜使放 斜耸 耸是这个 这个 这个形态著词的 余尾了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过程 过程体的 什么呢 轻正 而且方向是向外 跟我读一下 乌虾乌拉 写诵 第二句 就是 这个 乌虾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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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诵 好 乌虾乌拉 又诵 乌虾乌拉 又诵 我还是给大家写一下拼音吧 因为这个字儿也比较小 乌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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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 写 总 然后呢 乌虾 乌虾乌虾 乌虾乌虾 是说是说这个女的 那后来他们说 其实并不是只有男女人才有辫子的 对吧 古代的时候男人也留辫子的 所以呢 这个是不一定讲爱情 它就是讲 你可以说是有情也有可能 反正就是有情 朋友或者是情人之间 道别的这种情形 那么跟我读一下 乌虾乌虾乌大 耀虾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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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虾乌虾乌硔虾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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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hanced 然后呢 卡列宗且 四季 卡列宗且 四季 应该是四季 那么卡列宗是留步 卡列宗且请留步 四季是说着 正说着 一边正说着 慢慢的 慢慢的走 一边说着 就是卡列宗且请留步 一边说着请慢走 一边说着请留步 然后呢 这个 第五句 不先 是 这个 这个 心理 to think是心情 丢是悲优伤 心情忧伤 勇是来 且别是说 一边说着心中的悲伤呢 有过切勇是 很快就能见面 很快就能见面 送穷也是说了 这意思就是说呢 把这个帖子 把这个帽子戴在头上 一边把帽子戴在头上 一边呢 另一方呢 把这个辫子 刷在身后 然后一方说呢 这个 请你慢走 一方说 请你留步 一方说这个 心中的忧伤 一方呢 说很快就能见面 就是这个 编主双方的这个动作 前两句说 是他的动作 后面四句说的是 他们的这个对话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 有意味深长的一个场景 这首诗 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优美的 一首藏文诗 就是你可以去慢慢 体会一下 这个含义 他很 这个语言是不能再简单 而且他 讲的也是一个生活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形 但是他有一个很 很倦勇的意味在里面 意味深长吧 可以说是 所以我们把这首诗 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每一句每一句的读 好的 我连起来读一遍 不用跟读了 我们听一下这个唱颂的 这个录音 然后我们讲下一面课文 应该是 我记得也是个 《杀雀集》唱的吧 好像是这一首 我记得也是个 我们 ? 你在听不 ihr 这三首uhan 什么 无论 我记得也是个 你们 Lib 要 这个 读一夜 好 招呼 我们 Arsenal 丢不带你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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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回首歌 有空的话可以唱一下 巫下巫那些重 五将凯拉幽松 咱里培起起起起起起 咱里修起起起 咕善就用起起 就过切用松穹 咕善就用起起 就过切用松穹 就这样唱的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本 我们今天要讲下一篇课文 就是卓瓦桑的故事 我们来读一下 卓瓦桑梅 卓瓦桑梅 这个在古坦读本第215页 215页 所以这个种是一个不规则的读音 他不读种 他读种 第五调 好 很久很久以前 那那摩摩摩 那那摩摩摩 那就是古老的 那么那摩摩摩 很早很早 以前 那摩摩摩 那摩摩摩摩摩 那摩摩摩摩ARA 住一个身上里 这应该是哪个啊,不是谷歌,这是哪个 好,跟我读一下啊,就是一个哪个啊,就是一个哪个啊,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女孩啊,这个姑娘儿长得漂亮, 我们连起来读,就是一整个连成的 一个分句啊,因为这个女孩啊,因为那个女孩啊, 长得又漂亮,心地又善良,那么呢,她的名字啊,就叫做 嗯,那么呢,有一天,嗯,在这个,有一天呢,在这个,在这个,啊,有一天,啊, 啊,这个,有一天,啊,有一天,你们记,你们记,那么注意这个提示, 属格啊,就是,啊,不是这个国王到这地方,是这地方的国王, 应该是这样,这地方的国王,我们这样子,这样翻译啊,这地方, 这地方的国王,因为是属格啦,嗯,那么是,这地方的国王,是撒加铁给贝, 撒加铁给贝,撒加铁是属格,撒加铁给贝是作格,嗯,打猎的时候, 这个国王的这个猎犬呢,就走失了,那么猎犬呢,跟我读,叫 撒加铁,嗯,撒加铁,啊, 撒加铁给贝,那么老两口,老两口,啊,点元是老年男女啊,啊,点元一,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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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两口,啊,跟我读一下,点元一几, 这个门前,到她,来到她的门前,啊,滚炸了脸脸,啊,那么就见到了呢,这个美丽的姑娘,嗯,这个, 啊,就是因为见到这个美丽的姑娘呢,那个国王呢,就爱上她了,啊,注意呢, 而在藏语里面爱上了一个人,怎么说呢,就是心丢掉了,啊,心丢掉了,啊,那么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啊, 啊,我们先说一下,爱上,爱上某人,我们单独的读,啊,记一下这个,单词很重要,啊,爱上某人,怎么说呢,叫做, 心丢掉了,丢在哪儿呢,丢在你这儿了,所以呢,就是我的心丢了,就是我爱上你了,啊, 啊,那么这个,这个国王,不仅是爱上去,是疯狂的,啊,完全的爱上了这个女孩,这个美丽的姑娘,所以呢, 他就是要一个,表示一个极为的爱上,极度的爱,陷入完全,我这里翻译了,极,完全的陷入了爱情, 那么就是叫做什么呢,啊,心丢掉了,心丢掉了,心丢掉了,什么什么, 或者是,心丢掉了,心丢掉了,或者是,或者是,就是你分开读,或者连读,好像都,都有人这么说,啊, 啊,就是,心丢掉了,或者是,心丢掉了,或者是,心丢掉了,那更多的人,应该念的是,心丢掉了, 那么,心丢掉了,就是极度的爱情,啊,疯狂的爱上这个女子,那么,这个国王呢,疯狂的爱,爱上了这个女人,啊, 然后呢,这个美女啊,这个一定要给我,啊,一定一定要给我,啊,那么这个,啊,这一位美女,啊, 啊,这个,啊,这个,啊,啊,这个 влад Religion 好 좀,啊,这一位美女,啊,这个,啊,这个 啊,这个,啊,这个,这个,啊,这个国王呢,这个拿歌,嗯,嗯,对,啊, ge quo,啊, game ci ma 我们还是应该 不要拆得太紧 还是应该连起来 读一下 我们读一下 POMO ZEMATI GYEBO 一定要给我 POMO ZEMATI GY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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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那么呢 因为这个国王 有很大的权力 首先我们读一下 这个权力 权力呢 叫做汪 汪 那这个汪 除了这个权力 权力以外呢 它也可以是 这个什么意思呢 也可以叫汪 这个在这里 铁博 铁博呢 这个汪 千波语言赃 这个汪在哪里呢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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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铁博 汪 铁博汪 在这里 汪 这个汪 汪 陶 或者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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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应该是这样读啊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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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汪就是有这个权力 或者是这个权力 或者是这个灌顶 灌顶也叫汪 那么呢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字叫汪处 汪处呢也是这个 汪处就是自在了 自在 就是叫这个汪处 汪处 那汪处呢就是说 在南部的一些方言会把这个歌念 很明显 汪处 汪处 就是那个南部的代表 就是那个什么 一个国家叫布丹 大家知道布丹吧 布丹的那个国王 不是长得很英俊的那个国王吗 那个国王名字叫什么 叫布丹国王叫做什么 叫望处克 望处克国王 就布丹国王 娶了一个老婆也很漂亮的嘛 那那个望处克呢 他的就是来自于藏文 来自于藏文 他的藏文就是这个汪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在玄奘法师的译本当中 是叫观自在的 而纠摩罗是翻译成观世音 玄奘法师翻译成观自在 就是把这个菩萨 就是把这个菩萨造成不同的名字 观自在或者观世音 那么汪处就是这个自在 自在 也是布丹的国王的名字 叫望处克 那么呢 因为国王有很大的权力 给国王全部约 那么呢 老夫妇呢 就不能不给 必须把这个女儿 给这个国王 我们先分开 这个女儿表示从 从这个老夫妇呢 这个 就是不能不给 妈加上动词 就是不得不 可以换成其他动词 比如说 这个 其他的动词 那么 卓瓦散摩 这个姑娘 她被这个 这个老夫妇 把她的女儿 给了这个国王 那么呢 这个 卓瓦散摩的这个姑娘呢 就是 在哪里 对不 望其母人 在这里 那么呢 被国王 截掠到了 宫中 我们读一下 这个 这个 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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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格 然后 国王用的是 作格 也被扩张 也被扩张 注意啊 这里面有三格 我们走啊 什么铁 是本体格 也被是作格 扩张 难了 是哪格 注意 这就是为什么 藏文一定要分析 作格和本体格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汉语里是没有格的 我们汉语就是说 国王 国王 把这个 卓瓦撒姆 截掠了 对吧 或者卓瓦撒姆 被国王 我们是用把 把就主动的呢 被动就叫被了 那么 我们要知道 藏语是怎么样啊 他没有 被动 结构 这是他藏语 很特殊的一个语法点 就是藏语是 没有被动式的 那么 如果说 藏语要说被动式怎么办呢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汉语里说 国王 把 卓瓦三母姑娘 劫掠到宫中 我们先说一下劫掠 劫掠呢 叫做 真气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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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真气且 我看到他的藏文 藏文呢 是在 藏文在这里 我们主要 也被 国王 充气且 在这里 真气且 那么呢 真气且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真 真气且 这个真 还有就是这个 很多的意思 这个真有 非常多的意思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真波 真波是什么意思啊 真波就是什么 藏股 古方的那个藏股 讲真波 就是表示真波 就是说他很有力量啊 能够统治了 真波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真波 那么这个 真波 这个真波 跟我读一下 真波 真波 真波就是赞谱了 还有呢 如果是你单独读这个 单独读的话 就叫这个 真 跟我读一下 真 真 真就是这个赞 真就是一种 一种神 我们知道西藏的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土地 西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神 那么他神有的神叫做 尖 尖就是这种呢 一种精灵 有点像一个精灵 那如果这个精灵他住在水里面呢 他就叫做 鲁 叫鲁神 这个都不是从印度来的 这都是西藏本土的这种信仰 西藏本土就是在 国家传入西藏前就有这些东西 那么呢 在我们知道在这个八阔啊 就是在这个大昭寺 然后呢 大昭寺他东西南北 这有一个 尖康 这有一个尖康 就有点像我们汉族人的这个古地庙一样 比如说这个 那么这个尖康就叫做什么呢 就是 跟我读一下 尖康 尖康 这个一般我们也都是通过音译 很少会直接翻译一下 还有就叫尖康 尖康就是供养这种 叫做赞的这种精灵的 精灵或者是神仙的这一种 神殿 叫做尖康 比如说 在这个拉萨的这个 大昭寺的这个 大昭寺的这个 大昭寺的这个南面 有一个这个宾馆 叫这个邦达仓 邦达仓宾馆 那么这个邦达仓 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宾馆 那邦达仓宾馆 再往南走 有一个小巷子过去 就是这个叫做 绕塞康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明的 很多东西都可以求到的 也就是汉族人一般不知道 一个曾康 但是这个曾康在藏族人当中 一般的藏族判族人 不实际上就蜂拥而至 这个哪里啊 去那个 去求财 去求那个 叫做什么 那个 陈北的那个事 叫做 扎基拉姆 但实际上你也可以去 绕塞康 绕塞康就是这个 拉布施塞康 这个是藏族人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拉布施塞康 拉布施是非常明亮 极为明亮 拉布施塞康 那么这个 他和这个赞谱是有联系 我们从他语言文字上就能看见到 他存在着联系 那么应该说 赞谱为什么 他有这个权力 能够统治土方王朝呢 就是因为 他是赞神的这个附体 赞神附体到这个 赞波 所以赞谱叫做赞波 赞波就是说 赞附在这个人的身上了 所以他有了武力 他可以行 真法 可以打仗 仗不胜 所以叫赞谱 那么赞谱的源头就是赞 赞就是一种 非常有权力的 一种 神仙 或者是精灵 那么赞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具有掌控人的这种权力 那么赞是这种 掌控人的那种权力 或者是统治的那种权力 能够统治的这种 赞 赞的定义就是统治 统治这个 统治这个藏人的一种神灵 或者是精灵 神仙 叫尖 那么呢 去是什么呢 就是带领 带领 这个意思 所以呢 尖去就是 截略 截略的这个意思 尖去 那同样的呢 如果说我有一个尖 比如说 我这个尖 我不要这个尖 我要从这个尖里面 逃出来 就叫什么呢 叫做尖阙 跟我读啊 尖阙 尖阙 尖阙就是 逃出这种统治 那么逃出这种统治 就叫做什么呢 就是逃难 逃难 或者呢 叫做流亡 就叫做尖阙 比如说流亡藏人 就叫做尖阙 尖阙 尖阙有流亡藏人 尖阙 尖阙 尖阙是截略 尖阙就是流亡 阙就是 瘸 是逃跑了 从这个统治的 从逃跑 所以这个尖 它的意思很多 它的意思都是有联系 跟西藏的这种 什么样 佛教传入西藏之前的 那个原始的西藏文化 是它的西藏文化的 一个底色 那么我们把这句话读一遍 先分开读 然后联系 我们走 我们走啊 什么提 我们走啊 什么提 嗯 也被破张囊了 也被破张囊了 尖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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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好 我们走啊 什么提 也被破张囊了 尖阙 尖阙 尖 我们走啊 什么提 也被破张囊了 尖阙 尖阙 那个句子是很典型的 对吧 这个 一个动词 最多可以接三个 这个动词就是把三个 全部接到了 而且他还用了 这个尖阙 尖 这种 虚异动词 且 作为一个虚异动词的 这种 三音节动词 这个 形式 就是属于很典型的一种 拉萨化的长句 最典型的 然后他就给这个国王生孩子 那么呢 之后呢 没有过了多久 天内也退随人工 趴近吧 天内也退随人工 趴近吧 这个 这个 就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啊 啊 连起来 祖阿三摩 佛吉堂 佛木吉 丐巴勒 祖阿三摩 佛吉堂 佛木吉 丐巴勒 这个就是 祖阿三摩 祖阿三摩 佛吉堂 佛木吉 是本体格丐巴勒 巴勒是表示结果的 结果体的 什么呢 结果体的 听说 听说语气 听说情态 然后是这个大王妃就是这个什么呀 这个国王的这个皇后啊 大老婆呢 她是一个妖女 妖女是妖怪变的 那么妖女 我们先对妖女这个词叫 丐木 丐就是 妖 妖的意思 我们学过 比如我们有没有人学这个 格鲁派 我们有没有人学格鲁派 格鲁派心上爱念那个 米吉堂 米吉堂 元碑经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第三句叫做 丐木马律中介三威大 米米之为 米吉堂 金瑞 西梅前卑 王波蒋备一样 丐木马律中介 总介三威大 仿前可别注定中卡吧 z 간 Darrin lie in the kingdom of preem 这个 这个 丐木马律中介三威大就是 把这个摩的这个军队啊 丐木马律 马律是舞与阵子 丐木马律 窘子 是摧毁三威大 把魔王的敌军 全部摧毁了 秘密的护主 就是 第四句叫做 《坎坎铁的诸贴宗喀巴》 宗喀巴的秘密像 就是他是一个秘密的护主 他能够怎么样的秘密护主 能够无余的 全部摧毁敌军的 秘密护主 宗喀巴的秘密像 那么呢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魔女 妖女 那么呢 这个妖女它是一个作格 我们读一下 这个妖女做了一件事 妖女的作格 这是 帖也是要读成变调 这个大王妃 作为一个妖女的这个大王 这个皇后呢 是啊 对这个佐瓦散摩很嫉妒 她生了孩子嘛 生了孩子就嫉妒她 所以呢 这里又是一个作格 佐瓦散摩 佐瓦散摩 那么这个季度 我们读一下 叫做 插豆切 插豆切 插豆写杂起 其有人 插豆写杂起 其有人 这个句子很长 我们下次再联读吧 今天时间不多了 那么呢 这是一个什么呢 作格加这个哪格 然后这个插豆 一个动词配两个 刚才我们忘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呢 这个佐瓦散摩被国王劫远到宫中 这句话 这就是佐瓦散摩姑娘 被国王劫远到宫中 那如果我要说 国王把佐瓦散摩姑娘 劫远到宫中 这个我们用藏语怎么说呢 其实一模一样的 你就把 给被 掉到前面来 就可以了 给被 我们佐瓦散摩 提 破章囊 来 尖气 切 切 把面 我这样说 我再说一遍 给被 听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藏语要用 哪格来表记 急物动词的失事者 因为急物动词 它会带上 主语 会带上 冰语 但是藏语又没有被动的 这个构造 所以呢 藏语如果要构造被动 表示被动这个行义 它只能把作格 放到后面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不是按照 与序来表示 谁是事 就是被受事者 而是通过格尾 来表示 失事者和受事者 比如这个地方 典被 是作格 那么它就一定是什么呀 失事者 那么它如果是主动剧呢 就是把本体格放在 如果是主动剧 就把作格 放在本体格的前边 如果是被动剧呢 就把本体格 放到作格的前边 比如这个地方 这就是被动剧 如果是主动剧呢 就是 所以主动和被动 只是与序的差别 它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 独立的被动构造 那么呢 就是藏语的一个 藏语没有被动 被动 没有被动的 这个 没有被动构造 那么呢 这个 它就 这个 妖语啊 就给这国王 下毒了 这个毒就叫 这个下毒 我们读一下 土的 在这里 土的 这个先给国王下毒 年来 野国土的 年来 野国土的 年来 野国是哪个 然后呢 让这个国王 发疯 发疯 叫 我们读一下 妞乳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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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妞是发疯 妞乳俱 就是使他发疯 那国王 疯掉了以后呢 就开始虐待 这个 皇妃 虐待这个 王妃 那么呢 虐待王妃 就对他也 这个 又打 又骂了 那么呢 就是 这个 大麻 我们读一下 大麻 叫做呢 呅大东 那么 骂叫做 歇歇东 歇歇东 注意呢 这个 这个文字当中 写的是这个 歇歇 这个在 这个 妞乳俱 这个就是 在这里啊 他这里写的是歇歇 但是我们 这个是 不是这样读的 是这个 实际上 他可能是 这个字 可能是这个字 歇 歇歇 歇歇歇 公 可能是这样写的 那么他 也写成这个 但我们 这个录音读的是 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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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国王呢 每天呢 被 哲瓦 撒姆呢 是又打 又骂 那么 每天 我们读一下 拧答 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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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然后 然后这个 每天 天内 拧答 以行 天内 拧答 以行 那么 对着 瓦 三母 拧 拧 瓦 三母 拧 拧 三母 又打 又骂 你 大 腾 谢谢 你 大 腾 谢谢 然后是 卓瓦 三母 被打 骂了 以后呢 就 不能够 忍耐 不能够 忍耐 那么 他就是说呢 卓瓦 三母 就不能够 忍耐了 忍耐 叫做呢 赌日 跟我读 赌日 赌日 昨天我们学了那个 吴我 母 达 妹 马 就是那个 马尔巴 的这个 夫人 注意呢 昨天我犯了一个很愚蠢的错误 就是呢 我们讲到那个 嘎举的 这个 承法的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漏掉了一个人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应该不应该犯的错误 可能我 讲课的时候 有的时候 突然一下 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啊 那就是说 这个嘎举 你的这个传承 我漏了一个人 就是 他第一组 就是这个金刚总石啊 金刚啊 金刚啊 金刚总石 金刚总石 或者是叫做多极枪 然后呢 他第一个传下来的 这个印度人 叫做蒂洛巴 蒂洛巴 那么蒂洛巴 并不是直接传给马尔巴的 蒂洛巴的这个学生 叫做什么呢 叫 纳洛巴 纳洛巴 纳洛巴也是印度人 然后呢 这个西藏有一个人 他跑到印度去找 纳洛巴学 这个就是马尔巴 这个就是马尔巴 马尔巴是谁呢 他第一个把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嘎举的这个 教法 他从印度学到西藏 然后马尔巴的地址呢 就是 密勒日巴 啊 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的地址呢 叫做 刚波巴 我昨天不小心 把纳洛巴给漏掉了 啊 这 我是肯定是记得清的 就是我一下子呢 啊 漏掉了 啊 啊 刚波巴的这个地址呢 就是 那么 这个 马尔巴和密勒日巴 他们都是这个 藏人 而且呢 他们纳洛巴 帝洛巴是印度人 马尔巴 密勒日巴是藏的 他们呢 都没有出家 那马尔巴是娶了一个老婆 那密勒日巴没有结婚 啊 刚波巴是 第一个出家的 然后 刚波巴的这个地址呢 叫做杜松前八 杜松前八 杜松前八呢 他也想找一个人来传法 最后找不到 找不到人传法 他就只好自己转世了 那么他就成为了西藏的第一个转世活佛 啊 这是我们汉族人对西藏 也包括西方人对西藏 这个最最最最这个觉得神奇的东西 他的这个转世活佛 非常神奇的这个制度 转世 他是西藏第一个转世活佛 那么大宝法王杜松前八 也叫做噶玛巴 噶玛就是事业的意思 噶玛巴就是承担佛的这个事业 叫噶玛巴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帝洛巴 纳洛巴 马尔巴 密勒日巴 钢郭巴 这五个人呢 叫做噶举五主 噶举五主 那也可以把这个多极枪 金刚总是帝洛巴 纳洛巴 马尔巴 密勒日巴 钢郭巴 杜松前八 七个人 合起来叫做噶举七主的 也可以这样子说 噶举五主 就是帝洛巴 纳洛巴 密勒日巴 钢郭巴 然后呢 这个金刚总是帝洛巴 纳洛巴 密勒日巴 钢郭巴 布松前八 这个就叫做噶举七主 同时呢 我们要是叫布松前八 就是第一世大宝法王 也是噶玛巴 噶玛巴就是大宝法王 他是西藏的第一个转世活佛 他建立了转世活佛的制度 但不是他 也是他的后代建立的 那么这个 噶玛巴就是大宝法王 第一次叫杜松前八 杜松前八就是 意思杜松就是 三世过去现在未来 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天对吧 噶玛巴 天呢 就是说他知道过去未来 现在的事情 所以叫与从天八 不是 知道三世的人 叫杜松前八 然后呢 这个佐瓦桑姆呢 他不能 为什么说到这个杜松前八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个达妹马 这个 马尔巴的夫人 达妹马 他送别秘的日巴 他说那个诗叫做 这个 普宁律间的独善间 普宁律间的独善间 宁律就是有 这个 能够忍受老苦的 普宁律间的独善间 遇到这个律 律 律就是忍受 独就是苦 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 我们读一下 叫做呢 他不能够再忍耐了 读就是这个苦 苦的意思 苦的意思 律是忍耐 我们看到藏文在哪里 这个左方位 律律 律律且 在这里 律律且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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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能够忍受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安顿好了 我们读一下 这个就是不得不离开了 我还是想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上次说了 不离律间 离律间 离是心的意思 那么离度 注意这个离 还有一个心 叫sim对吧 这个 就是heart sim就是mind 离对于heart sim对于mind 就是心 这个那么 ning是心 这个毒是这个苦 这个毒 这个苦 那么这个 这个 ning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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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让心很苦的东西 是什么呢 猜猜看啊 ning度 让心很苦的这东西是什么 是谁 是情人 情人 讲 ning度 或者是说 亲爱的 如果说我们跟藏族人恋爱了 我们要说亲爱的 darling 我们怎么说呢 ning度 啦 ning度 啦 就是亲爱的 所以这个藏文 在这种日常的词语当中 他都有一些 很深奥的意思 为什么情人 为什么要叫ning度 ning度就是使你的心感到苦的东西 叫做情人 然后呢 把自己的儿女呢 安顿好以后呢 安顿好自己的这个孩子 安顿好自己的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那他不择不走了 那么他变成了一个空行母 那么呢 这个空 我们给我读一下 这个呢 是 这个他变成了一个空行母 那么是 空看着美 空看着美 空看着美是 是属格 空看着美 那么是 居巴淫脏 居巴淫脏 居巴 他应该是说 他变成了空行母 空行母 得化身 空行母 得化身 那么居巴就是化身 居巴就是化身 这个居就是变化 神变幻化 居在这里 是空看着美 居巴淫脏 撒 撒巴大 撒巴大 巴 辣辣 沙 小居 居 辣 居 居巴 就是 居就是这个 做一个动词 就是幻化的意思 幻化的意思 比如说 这个活活 活活 我们对这个西藏 最感兴趣就是西藏的各种各样的活活 活活在藏里怎么说呢 就叫做居姑 跟我读一下 居姑 居姑 居姑就是活活 姑是什么呢 姑就是这个尊身 尊身 所以呢 居姑就是幻化的尊身 这个意思 那我们汉语里说 它是活活 实际上 藏语里面从来没有说 居姑是佛 他没有说居姑是佛 他只是说 这个 他是一个幻化的尊身 他不一定是活活 不一定是一个佛 一定要注意 他有可能是菩萨的化身 也可能是更低的 比如说是一个 一个神灵的一个化身 比如说是一个杜姆的化身 或者说是某一个护法神的化身 都有可能 从来没有说 他是一个佛 所以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法师 他说这个西藏人 这个 说一些奇奇怪 学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说什么活活 活活呢 难道释迦牟尼佛是死活吗 他这样子批评这个西藏 说明他不懂这个 伊藏的佛教 你要学西藏佛教呢 你不懂这个藏语 你就不要去批评这个西藏 因为你根本不懂他的文化 你学了藏语以后 你再来说 再去批评他 藏语从来没有说 居姑是佛 他只是说 居姑是一个幻化出来的 一个尊贵的身体 是这个意思 他绝对没有说 他一定是 所有的居姑都是佛 没有这个意思 为什么居姑翻译 想这是我们汉语翻译的问题 你非要说他是一个幻化的 一个尊贵的身体 这个很啰嗦 他就用最简单的语言 告诉你什么叫做居姑 居姑就是什么呢 活在那里的一个佛嘛 所以这个汉主人一听就懂了 什么叫居姑 居姑就是活着的佛 那这个居姑翻译 活着的佛 他好像听上去 好像是很简单的一种翻译 但是实际上呢 他也会造成误解的 居姑 那么呢 这个佐瓦三五呢 就是变成了空性母的一个化身 那么我们读一下 空看着美 居吧淫藏 空看着美 居吧淫藏 空看着美 居吧淫藏 他因为变成了空性母的化身呢 这是一个音味啊 那我把它翻译成音词啊 那么呢 就是飞到了 这个 从宫殿顶上呢 飞上了天空 波章港内 波章港内 那么呢 波章港内 这个港呢 就是它的这个顶上 我确认一下这个字的发音 波章港 这个 屋子和宫殿的这个 主藏 没有错啊 波章港内 也有可能它是读五调的 有可能这个字典 因为我记得很多 我记得藏族人跟我说的时候 好像是读第五调的 波章港内 波章港内 我们先读二调吧 波章港内 那么呢 这个飞上了天空 南卡比尔秦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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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个不读波 它读皮尔 在这里 南卡 南卡 不是南卡 南卡 是哪格 哪格呢 是比尔秦巴勒 再读一遍啊 波章港内 南卡比尔秦巴勒 然后呢 是后来啊 这个妖女 她的作歌 天内堵姆 天内堵姆 祖阿萨姆 祖阿萨姆 请差 呢 祖阿萨姆 祖阿萨姆 请差 呢 嗯 那么这个祖阿萨姆走了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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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两个孩子 啊 这个 这个两个孩子啊 就是 这个 作歌 嗯 两个孩子的作歌 啊 Mae Boku Ni Gye Mae Boku Ni Gye Mae Boku Ni Gy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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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e Boku Ni Gye 啊 这个 解骂 啊 啊 这个 解骂是以后啊 解骂的用 这个解骂 骂呢 这个 就是 就是 报仇 跟我读一下 啊 解骂 骂呢 解骂 骂呢 哦 解骂 解骂 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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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Kene Dimuthi 所以这个作格在这里 我们知道作格就是引文的这个开始 所以呢 应该是说那个妖女讲 那个妖女讲 托瓦三母已经走了 她们两个孩子日后 就是这样子 那个妖女想着 昨晚三母已经走了 她两个孩子后来不被报处 那么呢 就派一个坏的大臣 把这个两个孩子杀掉 因为她这个 她妈妈被迫害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是大臣 坏的大臣 跟我读一下 叫 这个应该是 脸巴 一个坏的大臣 脸巴是坏的 这个把两个孩子呢 就是杀掉 把这两个孩子杀掉 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读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那么呢 那么呢 这个他要派这个坏的大臣 去杀掉这两个孩子呢 这个两个孩子 听说了以后呢 这个两个孩子 听说了以后呢 就是呢 不孤体逆 不孤体逆 不孤体逆给哈国内 不孤体逆给哈国内 不让别人知道 不让别人知道 那么我们就逃走了 注意这个词写了一个 但是实际是读 所以我加粗了 请大家注意这些加粗的词 那么逃跑的时候 陪尔主帝 陪尔主帝 那么陪尔主帝 他逃跑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孩子啊 不孤体逆 不孤体逆 不孤体逆呢 就这个不孤体逆 就迷路了 不孤体逆迷路了 这个 就是迷路 叫做什么呢 Lam no te Lam no te Lam no Lam是路了 No是弄错 No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弄错 如果再加上后续 不孤就是宝贝 No 它作为动词是弄错 作为名词 不孤是宝贝 那么是 不孤体逆迷路了 Lam no te Zang 不孤体逆迷路了 Lam no te Zang 不孤体逆迷路了 在哪儿 不孤体逆迷路了 Lam no te Zang 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就失散了 失散了呢 就是这个 Kapobare Kapobare 失散了 那么不孤 这个男孩子呢 走着走着啊 就是呢 来到另一个国家 走着走着 他重塑了一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 变成第一调 不孤 普体 清庆 不孤 普体 清庆 第一个动词 变成第一调了 变成书调了 那么呢 来到另一个国家 变成书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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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国家的国王 因为没有儿子 这个国家的国王 这是一个国家的 是一个属格 是一个门口 这是一个门口 这是一个门口 是一个门口 好多门口都写的不对 没有儿子 如果没有 他都是门口吧 藉口味 他没有儿子呢 因为没有儿子呢 就把国证交给这个男孩子 这个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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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国证啊 分开读吧 那么交给了这个 这个孩子啊 不顾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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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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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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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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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看一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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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普提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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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做了十年 嗯 那么 就过了十年 这个孩子就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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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啊 四十六个 他弄 长大了 啊 不 他弄 穷 呢 他弄 穷 且呢 啊 啊 这个儿子长大 啊 孩子长大了 那么呢 就做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王 啊 也不切吧 对 那么呢 做了国王的儿子啊 就带着军队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做了国王的儿子啊 也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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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去呢 也不提 骂去呢 嗯 那么就回到了自己的 国家 那么呢 杀掉了那个妖女 杀掉了妖女的那个王妃 啊 就报了仇 杀下廊把脸 杀下廊把脸 嗯 注意这个之前说的是 杀下廉 那是现在时 廊啊 是他的未完成时 啊 廊 是他的这个什么啊 完成时啊 我去看那个 廉和廊啊 那么 把自己的亲节节 也迎入宫中 嗯 这个亲戚叫做 跟我读 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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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忘记翻页了啊 这么 把自己的亲节节呢 迎入宫中 嗯 嗯 让以冰价 阿家 也 破章 囊 啦 训 让以冰价 阿家 也 破章 囊 囊 囊 啊 训 这个训就 没有语 图了 就直接 图 就是动词 直接 图 动词 直接 图 没有 接那个 瓶派 语图 这是一种 什么文法呢 是文言文的语法 啊 藏文文言文 藏文文言 和藏语白话 最大的区别 就是藏语白话 那个动词 后面一定要接一个 表示情态的语为 那藏文文言 是不 是直接 动词 直接 图为 因为这篇文章 它并不是完全的 口语 它是在讲一个故事 它可以 加入很多文言 的种文法 在里面 嗯 那么它治好了 他父亲的病 啊 治好了 这个父亲的这个病呢 就是呢 啊 这个 啊 这个爸爸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爸爸 叫做这个 八趴啊 那么这个字 啊 八趴 八趴 啊 这个字 好 这个字 叫做这个 八趴 叫做这个 八趴 叫做这个 八趴 叫做这个 叫做这个 然后呢 这个把两个国家的 这个国政啊 设于一个国王 啊 这个 国王身上 叫做一个国王身上 在这里啊 那么呢 然后是这个最后一句啊 那么后来呢 这个地方的人民呢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那我们读一下啊 这个就是过着幸福的生活 幸福的这个生活 然后呢 然后呢 今天的课到此结束啊 很抱歉今天过得特别久 因为内容有点多啊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结束 我们下周再见 老师解骂解容 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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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